現在梁粉妳覺得酸民還是很喜歡對別人的什麼事情做批評 其實我們看這麼多網路的新聞 像大伯剛剛講到台灣有好幾位 然後或是韓國香港都有 那我自己看到就是在2010年的美國 有一個就是拉小提琴很厲害的青年才18歲 然後他因為很勇敢的去就是承認自己的姓像 就是是同性戀這樣 然後就居然是被自己的室友就是放了一個攝影機 去錄到他跟另外一個男孩子接吻的那個鏡頭 然後就把他發布在網路上 然後後來就是他就受不了大家對他的人身攻擊 或是網路霸凌就從一個大橋跳下去就死掉了 所以其實就是其實很多這種類似的案件 然後他們的家人讓我感觸很深的就是 因為他們覺得他的孩子可能這樣子過去就算了 但是如果說他們都不講話或是不做任何的事情 這個事情會永遠發生 會永遠影響其他的小孩其他的家庭 對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我們不應該要就是去忍受這一些 對 有時候也在想 因為真的像趙哥講的就是小孩 其實小孩都在看 對 所以有時候在想說我們這種被霸凌 是不是也要做一些反擊 因為小孩也在學習 對 尤其現在網路世代那麼發達 大家好像都可以看到 那如果小孩就問你說 媽媽她都可以這樣罵我為什麼不能這樣罵 對 對 你要怎麼回答 還是節目效果 人家是做節目 又不是真實的生活 網路直播那也不是效果 網路直播那這沒辦法 又不是效果了 那個就不一樣 這個真的很難 而且那個罵的是已經很難聽了 對 所以說小孩子問你你怎麼回答 對 我覺得還是要糾正嘛 說哈孝遠的老婆以前是空姐 還真不知道 因為看不到他有空姐的氣質跟模樣 他 妳是空姐啊 他是啊 不要太過分 你不要太過分 是嗎 林道遠講這樣能夠娶你 一定是因為他家有錢 你才嫁給他 哇 那就不知道了 對啊 那...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嗎 對 他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林道遠的樣子看起來 他家裡很多家 也OK啊 很努力